第二首就是陪著你走 這次給你的人物就是你的太太 地點在沙灘 你會想像到一個什麼畫面? 我會想像我自己好像James Dean 在扣她 這個畫面就是這樣 浪漫追對的情境 非常之浪漫 因為這首歌是非常浪漫的arrangement 我想說 勞勞你那時候追太太的時候 你有沒有一些很浪漫的想法 或者曾經被老婆有很大的想法 一定有的 但我的想法是跟別人不同的 說回海悅酒店的時候 當時有些娛樂界人也有送花給她 有人在同一時間追她 同一時間 同一時間 又有游王 真的游王 游王去追她 游王追她 又都是送花 然後又不知道做什麼 我看到這麼多人送花 我沒有理由 送花是這麼老套的 還有呢 我就是假裝高鬥的 不理她 即是每個人看她的話 你就特意不看她 不理她 女人追忌這件事 沒有人理不得 為何每個人都當我是補這個 當我沒有料到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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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總一招 做到我老婆 哈哈哈哈 還未找到老婆 嘗試一下 勞勞這條條條 可不可以 特意不理她 把眼睛放在額頭上 可能你吸取到她的智力 老老實實 在你的新專輯裡面 太太寫了一段感言 有沒有看過 有留意的 有看過 但忘記了她說什麼 她有說過 其實在結婚 有一件很大件的事情 可能就是簽簽分書 但她說其實不是值得 什麼慶何的一件 慶行一件事 她說應該是值得 你們銀禧結婚紀念 如果大家還在一起的時候 她就覺得應該是值得慶何的 這個是對的 我覺得是 是嗎 例如陪著你走 這首歌不是晴亭塔塔的那麼簡單 這首歌是一個堅持和希望的歌 是的 你需要很大的努力去扶持以後的婚姻 不是說一時喜慶 其實很多看婚禮或者求婚 其實這首歌都會出現 是的 很多人問我和太太的感情 你怎樣形容 我就會告訴她 我和太太就好像家人一樣 我家人 好像我爸爸媽媽一樣 就算不滿意回來 你回去也要叫媽媽 對我來說是不能換的 對我來說 那怎樣令你們依然維持到一段這樣的婚姻 這個 對我來說是容易一點 因為我是一個創作的人 我經常作出一些名字 所以我出來看她很高興 就是肥婆山 肥婆山好笑的 喂 我叫她Susan 我叫她Susan 有一天我朋友來 她很少去西貢 我說你知不知西貢有個肥婆山 我朋友說在哪裡 肥婆山在哪裡 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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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名字 每天我都作過名字出來的 肥地屎呀 很多東西的 哈哈哈哈哈哈 我叫她Su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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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